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子秋生衣 為眼鏡品牌來台十周年 擔任活動大使 王子秋生衣戴起眼鏡 增添時尚感 但是比起造型穿搭 現在王子恐怕把更多心思 放在九月底開錄的實境節目 因為這是棒棒糖解散十五年後 再度合體工作 我們要合這個體啊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工程是阿偉 那時候他的想法 並不是說要大家合體 是過了這麼久了 大家如果還有機會能坐在一起吃飯 其實是還滿不錯的事情 然後大家可能看到我們很常吃飯 然後就有人來找我們想要合體的事情 節目名稱也呼應棒棒糖的 英文團名哪裡怕 有威廉單剛製作人 也是他的初體驗 原本以為可以對團員發號施令 殊不知其他人非常難搞 讓他直呼是不可能的任務 而這些話聽在王子耳裡 他自己講 那我們可能要再重新 我們其他五個要重新 省慎考慮這個節目的內容了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想法 所以當時就是因為有不同的想法 才選擇沒有在一起工作 松口說出當年棒棒糖不合的傳聞 王子坦言合約問題 讓團員感情變得有些尷尬 如今過了15個年頭 能夠再聚在一起工作 似乎也有著不能失敗的壓力 但沒有工作的時候大家吃吃飯 聊聊天氣都很OK 但要一起工作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現在應該比較成熟 應該可以找到更有智慧的方式 去解決大家的想法不同 除了合體錄製節目 粉絲演唱完有沒有機會 比較energy舉辦演唱會 王子校說 恐怕有給他們兩年的時間再練練 看來歌迷可以等等看 20週年特別企劃 TVBS新聞 董明浩 許峰宇 羅皇昌 楊慎穎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